大家好,我是 Ray Ma 今天就是 iPhone 15 Pro 和 iPhone 15 的首賣日 我們來到銅鑼灣希臣 Apple Store 看看現場氣氛 以及人流如何 最重要是一次過上手所有型號尺寸的 iPhone 15, 15 Plus, 15 Pro 和 Pro Max 還有一個重點是所有顏色一次過可以看完真機上手的效果 最後會視乎片長和蝙蝠,看看會不會再開箱新機 我們首先在這裡找完所有顏色的 iPhone 15 Pro 系列 今次在 15 Pro 有金屬邊框 大家都知道,但實機的顏色呢 在這裡有四種顏色,有 Natural Color, Iconic White 即白色 另外有黑色和藍色 黑色的版本和去年 14 Pro Max 的黑色都相似 都會是一種比較深的灰黑色 但今次在金屬邊框就會灌成了一個灰黑色的 Titanium 這個真是我個人的最愛 它是 Natural Color 的 Titanium 它就是泰金屬的原色 原來在實物看出來,它是偏冷色調的灰灰色 它像是一種灰色的 但因為原色的泰金屬在機身旁邊 它就保留了泰金屬的原色 它是一個銀色的效果 金屬感最強烈的一種 而這裡有 Iconic White 這隻白色在現場看出來 原來它的色調都不太過純白色 它跟原色調有點像 它偏冷色調一點點 都是灰灰的感覺 但實際上這個白色跟 Titanium 原色的分別 拍在一起看的時候 就會看到這個原色會更灰 這個白色就是 它也不是純白 但會相對白一點 最後還有這隻藍色 藍色看圖的時候 我自己認為是最美的顏色 但去到實物看 這隻藍色是極之深色的一隻藍色 近乎黑色的樣子 但它是有少許磨砂金屬反光的質感 但反而是一個金屬邊框 因為都有鈦金屬的質料 還有磨砂的瓦面效果 金屬感是完全不同的 上年也很重金屬感 但今年這個會是磨砂或瓦面的效果 好了 看完新 iPhone 的外觀設計之後 今天的影片贊助 Casify 除了有新機殼推出外 也有我們的優惠碼 可以去到 Casify 官網購買指定的產品 就有八五折的優惠 可以輸入這個 15FD 的優惠碼 這次配合 iPhone 15 系列推出的新機殼 它們就有這隻 Ultra Bounce Case 上年的 Bounce Case 已經在防護上做到比較高的水平 這次 Ultra Bounce 做再高級別 這次 Ultra Bounce Case 的防護力 其實在 Casify 的 Lab Test 裡面 它們做了有10米高的跌落測試 跌 260 次都跌不爛的 手機 Bounce 然後你看這些地 電話完全高 好 來吧 1 2 3 在外觀上最明顯看到的是 這次新加了的 Ultra Bounce 極強彈力保護角 而其實在結構上 它有六層的防護層 再仔細看 有內置鏡頭保護位置 它除了整個鏡頭突起的位置有保護度 亦都在鏡頭本身的鏡頭模組上都有保護 而再反轉在機殼的內部位置 會看到這個 X 型的 EcoShock 結構 而在整個機背的背板設計 都是用到硬殼的設計 而在上面再有 MagSafe 遲環的支援 而在結構和物料上 最主角的會是 EcoShock 的物料 就在我們打側這個機殼的時候 看到四邊都有應用到螺旋紋 以及斜線的位置 在這裏有兩個素材 包括有些普通的 Silicone Case 以及另一個是 Casetify 的 EcoShock 鋼珠跌到 EcoShock 的時候 彈起的幅度明顯是少很多 簡直好像吸緊了 原理上這隻 EcoShock 物料 其實在手機跌落地的時候 它獨特的設計 就可以將撞擊力轉化為熱能 而這個熱能就可以再平均散在整個手機殼的表面 手機殼可以將整個撞擊力吸收了95% 而在整體的防速性能 就可以提升到20% 這次在 Ultra Bounce Case 再加上手機繩 再加上除了四邊之外 再加上機底蓋之外 在鏡頭部分都保護了 真的做到一個360度 完全全方面的保護 當然在防護力的提升之下 都是在外殼的厚度和外觀上 大家有一個取捨 但實際上個人化設定都是Castify 另外一個最印象深刻的位置 在這次新iPhone的推出 他們同一時間都開啟了一些新的模式 我自己都選了好幾款不同的模式 買了新iPhone之後 又想找一些保護性能比較強的機殼 又對Castify 的產品有興趣 記得去下方官網的連結再輸入我們的優惠碼 15FD 就可以有八五折的優惠 至於在這裏 我們有iPhone 15 整個系列的所有顏色 黑色 有白色 還有綠色 還有黃色 還有粉紅色 嗨 這個新的質感很棒 首先在黑色那裏 因為這次機背的造工完全不同了 它用到Infused Color 的顏色設計 這個玻璃本身是彩色的玻璃 就不像以往一樣 一個透明的面板 再在下面有一個Color Film 就穿透這個玻璃 所以顏色會很浮面和很實質 不過黑色的機身就不是最明確的呈現 但Anyway 我們在這裏 有一個白色呢 有一個淺色的顏色 它就會更加明顯地看到這個細節位 是玻璃本身有一個顏色 在2.5D 過度的位置 就會很清楚看到 或者有些有顏色但有淺色的機身 就會更加明顯地 這個青色的效果挺有趣 因為這次它在金屬邊框的位置 顏色會比起背板的位置深一點 就好像有菌邊的效果 這個Color Matching 就是相機部分和金屬邊框的位置 會更加明顯地 還有Apple Logo 都會有顏色 這次就沒有銀色的Apple Logo 反而它是跟機身的Apple Logo 就會更加一體化 但整個機背就用了磨砂質感 而Apple Logo 位置會有一個畫面 最後就是這個粉紅色 對比起舊機 它是銀色的Apple Logo 而且顏色會更加明顯地 就沒有這次的柔和效果 除了外觀設計 以及機身的細節位的變化之外 至於硬件和功能性上的變化 在iPhone 15 來說相對大 最主要除了剛才說的螢幕 有Dynamic Island 和螢幕光亮度的提升之外 都會在相機上 這次的主相機鏡頭 就由上次1200萬像素 提升到4800萬像素 而且最主要是透過高解像度的 Camera Sensor 它可以做到兩倍的無損變焦 而且它可以在兩倍的Telephoto之下 做到一個人像模式 至於遠焦上面 和普通的iPhone 15 最遠都是10倍 但是10倍出來的效果 再重複一下 噢 速度最盡 對 還可以猜到這個字是什麼 但這個時候我們就看看 Pro 的效果有多大 這個小機和大機在Pro上有分別 就是3倍和5倍的遠焦分別 至於最遠的遠焦方面 在這個小機Pro 最遠就有15倍 而大機Pro Max 就有25倍 這個真的要認真試 但25倍之後 25倍之後仍然很清晰 對 它沒有因為高距數的數碼變焦 會出到很多噪音 或者數碼剪裁的痕跡太明顯 好了 因為影片已經九分多鐘了 所以最後決定 開箱和實際更深入的測試 包括有相機實拍 以及USB-C 檔案傳送速度 在不同線材之下的速度有沒有分別 在下一條影片很快我們又再見面了 好 我們今次初步看了 以及最重要是整個系列的 iPhone 15 和 15 Pro 的所有尺寸和顏色 之後關於iPhone 15 和 15 Pro 系列 再有興趣或是觀察中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按鈴鐺 我們即將會有更深入的測試和提供 下次再見